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8月30日 星期一 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海軍陸戰隊將軍 弗蘭克·麥肯齊宣布 最後一架軍用飛機已經離開喀布爾 撤離行動已經結束 麥肯齊在他位於坦帕的總部通過電話會議說 我在這裡宣布我們已經完成從阿富汗撤軍 以及撤離美國公民、第三國國民 和易受傷害的阿富汗人的軍事任務的結束 據報導 最後一架C-17軍用運輸機 在美東時間8月30日下午3時29分 也就是在喀布爾時間8月31日午夜前一分鐘 從喀布爾國際機場起飛 最後一架有人駕駛飛機 現在正在清理阿富汗的上空 最後一架C-17和喀布爾軍隊指揮官 克里斯多納修少將和美國駐阿富汗大使 羅斯·威爾遜一起離開 這標誌著自從2001年以來 美軍在阿富汗將近20年的軍事任務的結束 在過去20年中 有超過80萬美國軍人 和2.5萬名平民在阿富汗服役 一共有2,461名美國軍人和平民失去生命 超過2萬人受傷 而這次的撤離 是美軍有史以來最大的非戰鬥人員的撤離行動 自從8月14日起 一共有7萬9千多名平民 其中包括了6千名美國人和7萬3千5百多名 第三國國民和阿富汗平民 從喀布爾機場撤走 如果加上聯軍的飛機 總共疏散了12萬3千多名平民 不過 麥肯齊說 留在阿富汗的美國人 只有非常少的數百人 拜登的國務卿布林肯在星期一說 仍然有100到200名美國人想要離開阿富汗 他說 缺切的數字可能更接近這個範圍的下限 他還說 這些美國公民將不得不依靠 國務院的外交努力離開 而不是乘坐軍用飛機 當地時間午夜過後 塔利班在阿富汗首都 向空中鳴槍 慶祝美軍從阿富汗撤離 8月31日 他們又用令人不安的方式 慶祝了他們的勝利 一段視頻顯示 塔利班看著美國的黑鷹直升機 在坎大哈省上空飛行 飛機下面吊著一個人 好像掛在了脖子上 已經沒有了生命跡效 有消息說 吊死的人是被某某班認為的叛國者 這一段視頻在推特上公布了之後 震驚了全世界 順便說一句 某某班的所謂叛國者 也就是在過去一、二十年幫助過美國和盟國 做過翻譯 為他們工作過的人 都是普通的平民 塔利班的這種行為和中共的暴政沒有區別 把人吊死在直升機上 意在恐嚇阿富汗人 這是中共慣用的做法 利用暴力和謊言來維護它的政權 我們繼續說美國的事情 對於這些落入某某班手中的美軍先進設備 拜登政府就在前幾天還堅持認為 塔利班不具備使用這些設備的技術 馬上就被打臉了 對於這段視頻 福克斯新聞主播卡爾森說 在喬·拜登允許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和美國的武器裝備後 他們正在嘲笑美國 羞辱我們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告訴路透社 2002年至2017年期間 美國向阿富汗軍隊提供了大約280億美元的武器 但現在 所有沒有被摧毀的東西都是塔利班的了 這位官員說的是美國向阿富汗部隊提供的武器 目前 在阿富汗還有許多美軍撤退時沒有帶走的武器 8月30日 川普總統針對拜登政府的撤軍發表聲明說 所有的設備都應該被要求立即歸還美國 這包括了850億美元軍事設備中的每一分錢 如果不交還的話 我們要麼以明確的軍事力量進入 並獲得它 要麼至少把其炸掉 沒有人想到過這種愚蠢、弱智的撤退是可能的 也許川普是看到路透社報導後發出的這個聲明 拜登政府應當採納川普的建議 展現出美國精神 展現美國的軍威 拜登這種潰敗式的撤軍 讓曾經在阿富汗戰鬥過的美國軍人無法接受 更令26日在喀布爾襲擊中 殉職的士兵家屬悲痛欲絕 凱西·麥克勒姆是來自懷俄明州的一位母親 她的兒子雷利·麥克勒姆是13名殉職軍人之一 年僅20歲 凱西在一個Series XM廣播談話節目中 談到兒子的時候幾乎氣不成聲 她說:「我早上4點醒過來 兩個海軍陸戰隊隊員來到我家的門口 告訴我 我兒子死了!」 她的兒子是在911那一年出生的 今年才20歲06個月 凱西說:「我的兒子是一個天才孩子 在軍隊裡 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但是他選擇了成為一名海軍陸戰隊狙擊手 這就是他的選擇 他的兒子當時正在準備回家 只差幾天時間了 回來陪他的妻子 還要看自己的兒子出生 雷利的兒子將在9月底出生 但是現在這一切都被徹底改變了 凱西悲喜地說:「那個沒用的換痴呆的混蛋 害死了我的兒子!」 而這不僅僅是雷利·麥克勒姆的家屬 有這樣的想法 來自加州的卡里姆·尼庫伊的家人 也同樣對拜登感到憤怒 卡里姆·尼庫伊在喀布爾機場 自殺性爆炸中犧牲 也年僅20歲 他的父親史蒂夫·尼庫伊說:「我整晚都沒睡著 我還在震驚當中!」他說 兒子真的很喜歡那個海軍陸戰隊家庭 他很投入 並打算以此為業 他毫不猶豫地讓兒子被召喚去執行任務 尼庫伊含著淚水說 兒子是在川普在任時加入部隊的 他相信川普不會讓人們陷入危機 但是拜登上台 兒子死了 他說:「我責怪我自己的軍事領導人 拜登背棄了他 就是這樣!」 星期天 殉職士兵的遺體抵達了多佛空軍基地 《華盛頓郵報》報導說 當拜登和烈士家屬見面時 他只是照本宣科 非常敷衍 有些家屬甚至憤怒地離開了房間 殉職士兵雷莉的妹妹或姐姐羅斯說 他和姐姐父親和雷莉的妻子吉娜·麥克羅姆 一起到了空軍基地 迎接軍人遺體回家 母親凱西·麥克雷姆沒有去 但是 當拜登要和他們見面時 他們都離開了房間 因為他們不想和那個 要對雷莉之死負責的人說話 只有羅斯留下來了 羅斯說 在見面時 拜登講述了自己的大兒子伯恩 伏兵役和隨後死於癌症的經歷 不過 在殉職士兵的家人看來 這是一場按照劇本進行的敷衍的對話 只持續了幾分鐘 羅斯說 拜登完全無視我們失去的海軍陸戰隊隊員 在廣播談話節目中 母親凱西·麥克勒姆告訴電台主持人和聽眾 我只想要你們所有在選舉中作弊的民主黨人 或是合法投票給他的民主黨人 要你們知道 你們剛剛殺了我的兒子 和一個患有癡呆症的垃圾在一起 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白宮 還以為自己是參議員 麥克勒姆還說 如果是川普還是總統的話 兒子就不會被殺害 先寫應該算在喬·拜登和那些投票給他的人的手上 凱西·麥克勒姆的悲痛我們都能理解 如果沒有去年那樣的大選 今年就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美國 下面我們再說一下有關於大峽谷地面行動的更新 和喬州新報的新發現 根據喬治亞州新報報道 這個州迪卡爾布縣去年大選中 一共有4.3萬張從投地箱收集的有寄票 違反監管鏈的規則 但都被記入了縣和州認證的官方統計數據中 迪卡爾布縣位於喬州中北部 人口76萬 是這個州人口第四大縣 喬州的法律規定 必須由兩人小組去收集 投地箱中的票子 並立即運送給縣登記員 過程中 這兩個人都需要簽署票子轉移表 著名從投地箱拿出的票子數量 提取時間 以及投地箱的位置 縣登記員收到票之後 也要在轉移表上簽名 喬治亞新報通過公開信息請求 從提卡爾布縣法律部門獲得去年使用的 725張缺席票的轉移表 記錄在投地箱中的6.17萬張缺席票的監管鏈 在這6.17萬張票中 有2.8萬張 是在從投地箱收集了之後的第二天 才送給縣登記員簽名驗收的 這當中隔了一個晚上 另外 還有1.6萬張在選舉辦公室 根本就沒有接收時間的記錄 總共加起來 一共有4.3萬張違反了監管鏈的規則 當地選民應該要求對投地箱的票子 進行法醫式的檢查 我們記得 在富爾頓縣 一家民間機構獲得了法官的許可 對這個縣的郵寄票圖像進行審查 結果發現 僅僅在票數統計環節 包括重新掃描技術 拜登就多得了五、六千張 而在喬州 州務卿拉芬斯伯格認證 拜登贏 票數差距還不到1.2萬張 8月30日 川普總統發表聲明說 喬治亞被逮著了 州長肯普和拉芬斯伯格會怎麼做? 還是說他們還是會把它掃到桌子底下嗎? 就像他們做過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樣 來試圖聲稱他們進行了一次誠實的選舉 當他們這樣說的時候 人們都在嘲笑他們 關於亞利桑那州的地面行動 報告的一部分已經在上星期提交給參議院 參議院主席范恩說 他們會從8月25日開始 和法律團隊一起審核初步報告 確保報告的準確性 並確保報告中包含的調查結果有足夠的文件 一共有9個人在進行這項工作 完成後 再提交給參議院司法委員會 並通過這個委員會向公眾公布 不過 最終報告的公布可能會推遲 主要有兩個原因 在負責撰寫報告的5人小組中 有3名審計員無幸感染了武漢病毒 他們還在康復中 祝願他們早日康復 還有一個原因是 馬里科帕縣一直到8月19日 才提交了郵寄票的信封圖像 數量不到200萬 但仍然很龐大 需要花時間進行簽名核對 這個結果會添加到報告中 形成最終的審計報告 在迫使馬縣監事會旅行船票 提供路由器Splank日誌 訪問密碼方面獲得較大的進展 亞利桑那州總檢察長布爾諾維奇說 他的辦公室已經確定馬縣監事會 沒有能夠履行參議院的傳票 違反了州法律 並要求他們按照州法律的規定 在30天之內履行傳票 如果馬縣監事會仍然拒不遵守 那麼總檢察長將通知州財務廳長 扣留州政府分配給馬縣的資金 一直到監事會同意為止 這筆款項高達7000萬美元 民主黨太害怕看到大峽谷這份報告出爐了 把他們的拖延戰術用到了窮境 布爾諾維奇說 他沒有看到參議院地面行動的結果 但已經準備好隨時審查官方調查結果 和參議院完成最終報告後提交的任何信息 這意味著總檢察長可能啟動民事或刑事調查 大峽谷的審計報告也許不能改變現狀 但相信能讓更多美國人醒悟過來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今天就習慣了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